我们录影的同一时间 在俄罗斯传出了重大讯息 为了阻止最近俄罗斯的卢比一直急扁 所以今天俄罗斯的央行 郑重的紧急宣布 开始大幅的升息了这一升 升了14码 把目前的基准利率从8.5% 积升到了12%了 能不能留住资金呢 不知道 毕竟这新兴市场 对于其他全球资本市场 影响可能不是这么大 但是全世界 目前还是非常胶着 台北股市如果你有意象一下 今年从年初大概14000点左右 13981 一路的涨到17463 这么一涨 虽然最近台股开始修正 但是台股其实严格来说 8月才开始进行修正 我算一算 8月到今天的收盘指数 跌了671点 把今年的涨幅 跌掉了五分之一 这是过去 接下来我们探讨未来 台北股市 8月份671点的跌点 跌够了吗 汉伟告诉我说 可能还会再修正 因为过去的经验 8月要先蹲 才有机会再跳 为的是布局年底的选举行情 汉伟我们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来看看 过去再过去的经验 当然不一定复制 但是过去的8月行情 都怎么走呢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 过去37年以来 台股每个月份 不同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focus在所谓八九十十一十二 这五个月份 我们看到其实每一年到下半年的时候 八月份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下跌的机率比较高 那也代表说其实原本过去在每一年可能那种五穷六绝七上吊 八月份可能反映七月份营收第二季相对的淡季 所以股价相对来看表现是比较不好一点的 那时间可以把它放到九月份 可以看到九月份十月份这两个月 当然它上涨机率比较多 但下跌幅度变得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但在短线上来讲 大盘的现行目前比较偏向空方的格局 所以可能八月份有机会就一路这样修正 也许修正到九月份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位置去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慢慢开始来布局所谓的一个 第四季的相对旺季的行情 你说八月份过去在跌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九月跟十月虽然涨的几率高 但是跌幅相对是比较重的 对 因为有时候都遇到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事件 可能遇到什么这个债务的风险 像之前欧债风暴就大跌过 那也遇过类似所谓的一个拜登 还是说美国总统大选等等一个行情 都造成说那一个九月份十月份 其实股价跌幅跌非常重 那我看到个机会了 十一月跟十二月以过去的机会来说 第一个涨的几率比前几个月高出很多 而且几乎是整个年度当中涨幅几率最高的 而且涨幅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对 刚刚主要提到一个重点 你可以看到上涨几率 十二月份 二十七年是上涨 只有九个月份下跌 代表如果你压几率的话 十二月份其实都是相对当年度一个 最好做的一个月份 所以你看八月份九月份低点 如果你买股票的话 是不是等到十二月份来到相对高点 几乎能够达到一个不错的波段的获利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去总结一下 就说就过去的历史统计 没有选举年的一个月份的时候 当年的十一十二月份 其实都是相对股价比较有表现的时间点 所以八月份九月份 趁着台股来到相对低档去 很多股价修正到合理的位阶点 我觉得这时候可以勇敢进行去买股票 因为到了所谓的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就可以轻松的收割 在高档把这个获利落袋为安了 那以这样的状况来看 但我们要去讲说 那如果是遇到选举年的话 会不会有些特殊的行情 我觉得其实是有的 你不要觉得还很久 你看AI最近这样修正 要数一下也两个多礼拜过去 快要半个多月了 所以接下来哪一些的多空关键 遇到了这些利空 有没有机会来进场卡位 对因为我们讲这两个礼拜 看起来是都日如年 很多人觉得台股好像很难做 但我们其实严格去讲 其实今年在第四季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机会存在 因为我们先把这个所谓 第四季可能台股会遇到的多空状况 整理出来跟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比方说第四季当然有人看空 有人看多的 我们先看多方的论点 第一个大家应该都认为说 全球的升息到了第四季 应该已经结束了 不管是美国9月份再升 还是12月份再升一次 但是明年应该就不会升息了 美国 欧洲 甚至说在一些相关的主要国家 看起来今年升息 应该都会暂告一段落 那再来看到就是说 到底第四季 有没有总统大选的拉票行情 有吗 我觉得今年应该是有啦 因为今年的选战 其实还是相当的胶着嘛 所以我觉得政府 在一些相关的产业政策跟经济上面 还是有一些做多的力道嘛 因为他除非是放弃了 不然我觉得 应该整个政府在悬前 都会有一些利多的一个题材 政策牛肉 会让大家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在多方来看的话 第四季有机会的一些题材 第三个就是说 大家所期待的 电子业到第四季 就是传统的一个旺季啊 旺季来临 业绩成长 股价 但我觉得水的业绩 水涨船高 机会很高 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那到底第四季 AI会不会有一些贡献 获利的爆发 其实我这一点 你就要看到 下个礼拜的 挥达的财报 如果挥达财报 它对于这个第四季的展望 还是非常乐观的话 可能一些AI股 它第四季 整个业绩就出现 比较明显的成长 所以财测很重要 财测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说 那到底到了第四季 会不会台币 还是持续扁扁不休 我觉得其实目前比较 更多人认为说 可能美元的转折 要开始出现了 因为美国升级 要到了一个镜头 所以美国人 可能不太容易 再出现强势的升值 反而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变 那这时候对于 整个全球新市场来讲 资金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回流状况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 空方的论点 大家会说 你看现在看起来的话 虽然说大家都说 金法姑娘经济 会软着陆 但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相关的数据 好像还是有 经济衰退的风险 所以可能产业的一个获利 会有下修 你看台湾的中金院 台湾央行 对今年的下半年 其实经济是有在下修当中 反映到 会不会真的有经济的衰退 那这样我们看到 会不会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因为每次到了总统大选之前 可能对岸就会非常紧张 所以会有一些恐吓 台湾的相关的一个动作出来 那我想说 其实这个风险可能不会那么高 因为以目前大陆面倒的 经济的状况来看的话 可能在这边 在升高相关地缘政治风险 其实不是那么一个聪明的做法 那这样我们讲说 第三个大家会担心说 会不会有一些消费放缓 忘记不忘的一个消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所谓的消费大厂 像鸿海提到了 好像有这样的状况产生 所以大家会对这个 第四季的一个经济的状况 或企业获利有一定的担心 那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对于AI股的一个 最大的质疑 就是说你看AI股 已经早就涨超过基本面了 现在反映到 2024、2025年的获利 本益比拉高到20倍、30倍 其实不合理 我觉得这都是 比较正常的一个空方论点 那再来就是大家讲说 你看到台币已经扁破32大关 所以资金在外逃当中 台币持续重贬下去 第四季行情会不好 那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 这两个论点 我觉得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会认为说 目前在第一项里面 这个确认性应该是70个百分点 你说多方占有优势 对应该升级结束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无用置疑 应该看起来是确定的 那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嘛 地缘政治风险 跟拉票行情 我比较看好 会有拉票的行情 那再来就是说 电子业旺季 跟消费放缓 旺季不放 我觉得其实电子业旺季 其实成长机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因为虽然说大家会担心说 好像苹果的手机卖不好 但我觉得其实大家低估了 这个大陆的消费实力 所以可能在这个 大陆的一个消费的动能带动底下 也许在电子业旺季 没有大家看到那么悲观 那另外我们讲 AI的一个部分 当然就看到下个礼拜 所谓的挥达财报 如果真的是一个 非常亮眼的财报的话 这一个论点 我觉得会得到市场的一个支持 那另外我们讲说美元跟台币 但我觉得持续观察一下 但我觉得 来到这个年底的时候 应该还是有这种 台币回升的机会存在的 所以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其实第四季 台股应该还是比较偏多的机会 是比较高的 好 那我们就深入到产业 产业的多空消涨 你怎么评估 对 因为昨天的鸿海 它法说会让大家意外 但我们从鸿海 它这一次对全年展望的状况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产品 它看得比较悲观 哪一些产品看得相对比较乐观 其实它对全年在 5月份那一次的一个 所谓的法说会上面提到 全年它认为是持平 这次下修到 这一次下到大家就是这个 对 下修全年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业务产品 它认为说会比上一次的状况来更差 那当中 当然消费电子上一次已经看不好 这次继续看不好 我觉得是合理的 那云端它认为说 看起来在伺服器的订单 原本它认为上半年是持平的 结果到下半年曾经下修 我觉得这也反映到很多的科技巨头 在下修他们资本支出有关 也就是说他们AI是提高他们资本支出 但传统的伺服器反而是有一些砍单的现象 所以当然对这个所谓的红海来看的话 他就觉得说 我接到比较多传统伺服器的订单 从客户端感受到的是 其实在下修当中的 那再来讲电脑中端就是 所谓的笔电市场 或说一些消费电子市场 目前来看原本它预期说 在上一次的法说会是提高它的预期 现在也是呈现一个下修的状况 我觉得跟最近所谓的一个框不可 有一些所谓的砍单槽有关 但整体上来看你可以看到 当中四个品项都呈现下修 唯独在哪里 原件跟其他 这是什么 也就是说可能在一些所谓连接的线材 车用电子 或是一些相关的半导体组件 或是一些所谓载版的部分 它是看好的 所以上一次看好 这一次也看好 所以也代表说 可能你在这一次的一个 鸿海法术会之后 你的关键应该 鸿海集团相关这些股票 是你可以留意的 所以用电子载版连接器等等 对 那如果以这个所谓相关的 所谓伺服器等等 消费电子可能在鸿海本业的部分 可能期待性就不是非常高 来我们从这张延伸出来 我们来交股票了 好 所以我们讲说 以这样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觉得第四季 当然要留意到两大重点 第一个政策题材 其实刚刚关键您提到了 绿能除能股票 内需消费股票 国防军控股票 应该都会是第四季相关 两党之间 或是说在相关的一个选举人之间 重点的一个政策题材 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政策 牛肉在那边浮现出来 那再来比方说 你去第四季的部分 你要去寻找什么 你不要去追 现在很热的AI 或说一些产业 已经来到相对高峰 像最近的可能饭店餐饮等等 他们上半年 来到最好的一个时候了 下半年可能会往下走 所以你这样去寻找什么 它谷底慢慢出来了 也就是像笔电 现在大家还是看不好 手机的部分 大家也看得很悲观 航运国的部分 运驾上半年是最谷底 下半年我觉得 慢慢有足底往上的机会 甚至说半导体相关的族群 从所谓的晶圆代工的 台积电联电 甚至说很多IC设计 他们今年上半年 库程区画完毕之后 下半年我觉得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转机 那再来我们讲 机体族群也是一样情况 也代表说 你可以从这两个方向去找 找政策社会的 找谷底将至的一个族群 我觉得在第四季 去布局它 其实风险是有限的 反而获利空间非常大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状况来看 帮大家选出几个操作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可以从财报跟位阶 去做个简单的比较 如果说你手上的持股是位阶很高 但是财报还不错 那我们举例就类似广达 位阶高不高很高 但财报还是很好 顺势偏多操作 顺势偏多 但是这种股票你不要再加码了 因为在相对高档区不要再加码 你可能低档买的就是持股续报 如果高档买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做一个 短线上的停损 要设好 那在我们讲说 如果它的一个位阶很高 但是财报不太好的话 类似创意 我们看到创意的现行 以创意现在位阶来看的话 它位阶回到低了 它已经不是高位阶了 那你就等到什么时候 财报开始转好之后 股价回到重要军舰之上 它就可以重新买回来 所以我觉得从位阶跟财报 来可以做到一个检视 那我们再看到 有没有财报很好 位阶很低的 比方说像汉祥 是 它财报很好 刚刚其实我们关心 有帮它整理出来了 财报其实很好 下半年还可能有比上半年来更好 但位阶低不低 我们看汉祥的现行 它其实位阶现在回到 这个平台整理区嘛 所以也代表这种股票 你可能不能期待说 我这边就重压 马上就能够涨上去 但如果说你 8月底买一次 9月底买一次 10月底买一次 后面第四季往上走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能够平均到 你的一个持股成本 应该是一个 比较有机会的操作 那我们再讲说 那有没有一些 位阶又很低 财报也不好 那这怎么办 类似联发科嘛 你看联发科 我觉得今年展望 可能都不会太好 所以说高通也说 它要去花一些手机的库存 对一些中低 一些晶片 我觉得造成竞争的压力 但第一个 它位阶够不够低 低啊 很低 那以这样的状况来看的话 但你就不要说 我一定要去买这个低点 或是说它破底的时候去买 但你可以等它什么 等它开始转强 比方说我们讲联发科 假设它能够重新站回到 五日线之上 你这边去买它 就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收入是什么 因为你会看到 它接下来 可能还是有利空的消息 但利空出来 开始逐底不破底 那代表说等到有利多 它就会往上走 所以你可以等它 现行转强 你可以抓五日线 抓十日线 进场去买 你说真的看错了 跌下来停损 这空间非常的小 也代表说我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第四季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从财报的好坏 从股价的位阶 去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标的 太好了 谢谢汉伟 请先回座了 这张很重要 我们刚刚把脉络 给勾勒出来 下半年值得期待 是所谓的选举行情 但是要先熬过八月份 这行情可能会 先蹲后跳 产业也是 产业谁在戏棚下 已经待很久了呢 这些都有机会 谷底将至 这些都有选举 政策利多的题材 而在操作上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秘诀 财报好 位阶高的 汉伟提醒大家 顺势偏多操作 比如说广达 财报不好 然后位阶又高的 怎么办呢 如果有赚获利了结 有一些位阶很低 而且财报公布出来不错 可以分批布局 最差的状况就是 位阶又很低 股价已经修正到一个段落了 但是财报也不好 再接下来 慢慢等 等它转强再进场 手中有股票的 套进这几个原则 实际来模拟看看 但说到了位阶 说到了财报 台积电财报好不好 位阶低不低呢 低哦 KD最近才刚刚从低档 酝酿开始交叉 而且回测了半年线 是不是进场的好时机 我们都知道买股票 要买低卖高 但是说来容易 做难啊 怎么实际操作 休息一下 庆龙告诉你 对不起 但是说它不错 到万一的反对 又不错 稍等 稍等 稍等